你们生活好 好 今天是2018年正月初八 谢帐的央阁队 谢帐的黄河镇 正式起航 好 我代表所有回忆 摆上祭祀的水果吃食 点上香烛 这是朝阳县北四家子乡 谢帐的村村民 每年正月必备的 盛火开香仪式 来吧来来 下药了来来 大伙儿去试个礼了 来 有请神兽开香 村民们通过这种开香仪式 来请出当地特色色火 黄河镇的神兽 由此 这一年的色火表演序幕 才可正式拉开 总承载着老百姓 祈求新一年风调雨顺 幸福美满的愿景 色火 是中国最为传统的 庆祝春节的民间狂欢活动 在东北也称作民间特色央歌 作为最古老的风俗 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它来源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 对土地与火的崇拜 崇拜 射神歌舞祭祀 亦在祈求风小雨顺 五谷风登 万事如意 摄火活动在辽宁朝阳 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 朝阳县原文化馆的郭老师 就带我们的记者 去找寻着古代朝阳地区 民间摄火的足迹 这个就是您刚才给我介绍的 纸水塔了吧 对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塔 现在看 从历史记载的话 这是一个寥带的塔 到现在可能也得一千左右年了 你看现在图案 还有很多的浮雕 对 浮雕 现在你看那一席可见的 就是吹声的 吹声的 还有吹销的 这是朝阳县南双庙乡 环树洞山上的石塔塔基 浮雕上 九组民间歌舞 生动地记录下了古代时期 朝阳民间祭祀庆祝的情况 这也是朝阳设火的 最原始生命力 丰收了 是吧 这个庆祝的时候 那就在节日去庆祝 用什么形式啊 那个时候 就是用大块聚在一起 跳跳舞啊 那个舞蹈的时候简单 但是通过这个 这个移民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感觉各个民族 是吧 我这个蒙族的舞蹈是啥样的 我跟你们展示一下 我们满族的舞蹈是啥样的 我展示一下 我们汉族的舞蹈是啥样的 春节期间 纽阳哥就是农贤的这个时候 就是庆丰年啊 期盼的是吧 来年更加丰收啊 风调雨顺啊 是吧 社会家族啊 都那么跟着安的 都是大块 从历史到现在 要说阳哥为什么这么火 就是人们在劳作之余 在欢度这个节性的时候 都愿意有一种 喜明乐见的这种形式 大家都能参与 这种形式去延续下来 朝阳县所辖的村村屯屯屯 主要集中在春节期间活动 表现形式极其丰富 设火品种达二十多种 北四家子乡谢丈子村的黄河镇 就是朝阳设火的一个重要种类 每年的开箱仪式前 黄河镇的演员们都会早早排队 来到村里会化妆的人家 兵威涉火 黄河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陈桂波告诉我们 这涉火演员的妆容和服饰 是大有讲究的 您能给我讲一讲 黄河镇的这个妆术 有什么区别吗 跟其他的 你像黄河镇是年轻人 年轻小江 他画的必须俊妆 你像江泽阳和太阳老君 他说老代的老妆 他比你画老妆 就得添几道指 对对 他跟那个秧阁的那个妆 有什么区别 秧阁的妆全是俊妆 全是俊妆 因为都是年轻人 但是这个人物不一样 画的妆 这个朝阳的涉火呀 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2008年呢 还被列为国家级的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刚开完香吃后 咱们的这个演员 穿好了自己的服装 拿好了道具 画好了脸谱 就在咱们村部的小广场上 开始操练起来了 据我所知啊 现在他们这个演的这个剧目啊 就是涉火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叫黄河镇 我刚刚看着这个哪吒 还有这个江子牙 太上老君啥的都出来了 咱们现在去问一问啊 我找一个神仙啊 你这个身上这个道具啊 沉不沉有几斤重啊 有二十斤吧 二十斤啊 累不累啊 累 累啊 每年都在这排练吗 别在这排练 瑟火 多以传统民间传说和戏剧故事为题材 黄河镇就取材于神话 风神榜 讲的是三小女大摆黄河镇 为兄长报仇 江子牙破阵的故事 黄河镇主要人物 在涉火队的中间 边行进边表演 场面宏大 道具复杂 这其中最有特色的 就是主要人物的坐骑神兽 这也正是开箱仪式时 谢丈子人隆重请出的主角 然而 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这些涉火表演 却经历了数次起起伏伏 黄河镇 这是打我记事反正就有 打你记事 有 但是中间有段时间就停 就没了 停了 为啥停了 这会原来这些道具 都得这个 这会有 广场这会儿有 原来有大村库 都得藏火 那是涉火了 涉火把这些服装套具都烧了 就是原来的老辈儿留下来的都烧了 对 从那以后就一直就没有 说得挺惨 眼看着朝阳涉火这一支 因为这场火就要断了传承 陈桂波和现在的几个会手 找到了村里还健在的老艺人 通过回忆 会懂 画图编写 一笔一画 一针一线 重新制作还原了数百件服装道具 并在老艺人的指导下 恢复了最为传统的黄河镇表演 那你们当时咋有这个镜头呢 也感觉这个东西要撂下 要失传了也挺可惜 也有百三年历史 有了一百多年历史 也就是说你们打小的时候 年年春节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的眼睛 从失火之后再也看不着了 阳涉火是看见了 但黄河镇看不见了 为了看不到的黄河镇再一次上演 为了把记忆中家乡精华的文化保留下来 这一帮当时还年轻的小伙子们 仅仅制作道具就闭关了一个多月 这独角兽 这独角兽 这独角兽是原始天尊做记 这都是用针木的坎出来的 这是针木的坎子的 这底头是泡沫 那你们在复原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找图片呢 还是就是 就找我们这帮人在一起商量 商量的 对 从记忆到哪个地方 有不对的地方 那你们做这几个兽 这个做完了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哎呀 那一东啊 等等一东 一东 涉火是朝阳人的自豪 也更深切地扎根在他们的生活中 不管男女老少 在这里 这就是他们最热闹的欢聚 也是最为普通的劳动人民 对春天到来的期盼 你上去演吗 演吗 啥角色我都弹过 都弹过呀 你说我看他那小伙刚刚跳那动作 你还会不啊 现在会是会会 蹦不下来了 成桑 这群人 让看了一辈子 爱了一辈子的大爷大娘 重拾了对于黄河镇的记忆 也给了这里最古老的洗庆年的味 而同乡的李春军也在为朝阳的社伙写着他的故事 每天早上李春军都要在院子里练练武术 最近还拉着放假的女儿一起晨练 一朝一世在锻炼的同时 他还要想着怎样将自己的所学加入他最爱的社伙表演中 李春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阳涉火霸王鞭的传承人 不仅将女儿打手底下还有二十多个孩子 李春军吃饭了 来了 好了好了好了 走吧 吃饭 这边也行吧 别让您练跑 那挺溜和 我打的呢 你打的 你打的照你别人差一点 你还得继续努力 在这里的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独门秘迹 一双小鞋却承载着千年的奥妙 几寸呢 六寸 六寸 我从我买的路上甩下来的 看看辽宁自己的新春狂欢 风物辽宁千年社伙迎春来正在播出 吃过饭 李春军就要与他的孩子们见面了 每天传奇所小广场上都有他们的身影 练功 翻跟头 对打 练习招式 这所朝阳涉火传奇所 2017年在北四夹子乡接牌 为这项传统文化 找到了传承学习的场地 涉火 在我们设立一个传奇所 就是说让更多的孩子们参与进来 参与这个活动 让孩子们知道过去的文化 把咱们这个非不准化一场传承下去 大王鞭源于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事 传说项羽力大无比 常使用黑虎钢鞭英勇无敌 后人因为敬仰他的威武与勇敢 就模仿霸王舞鞭 编制了一套舞蹈 并传承至今 我看这孩子都不大 最小的有几岁啊 最小六岁 六岁练多长时间了 练一年多了 那么从五岁 最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 最大五岁就开始了 对对对 这小苗是够小的 这个霸王边它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霸王边呢 你看它这是一根棍子 里边有那个大钱 对呀 有大钱吧 它为啥有大钱呢 它就是一个是看着比较好看 二啥呢 它是有声音 你看一晃 它有响声 所以你在表演的时候 它随你会随你解子在动 一下 这种感觉 我刚才看这些小孩 还挺有功夫的 一个翻这个空翻是什么的 这里边还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对呀 这里说这个霸王边嘛 说到很多技巧 就是我们把传动武术 揉进霸王边里 像一些空翻动作呀 还有一些对打动作呀 都是从武术吸取演练过来的 那这个就是说过去没有吧 是一代一代的往里加的吧 对过去没有 过去只是一种就是 那个一样的表演形式 我们因为这帮孩子都 那个练了一年半了嘛 所以他们都有那个武术功底 总把武术加进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 东北的冬天 室外温度零下二十多度 这一帮孩子们却在小广场上练得带劲 问起他们冷不冷 清一色的抢着说 都练出汗来了 几个调皮的小男孩还脱掉了外套 就是刚刚我看你们这个打这个空翻都挺危险的 阿姨看着是害怕 这个你们是怎么练的 在关于 在关于 不一关练的 有一个 有个塔 老师扶着我们 然后慢慢过去 有没有摔过呀 有 有摔过 疼不疼 不疼 不疼 都挺筋摔的 有没有想过我不练了 这个太危险害怕 没有 都喜欢是吧 是 出去演出过吧 演出过 觉得跳这个 在舞台上别人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那你们是不是特别 如果说 让孩子们自豪的是可以去各地展示他们家乡的设火霸王边 那么 让他们回归最童贞开心的 是他们正位期待了一年的乡里阳哥会演准备着 在北茨家乡 黄河镇设火队和霸王边的孩子们还在准备会演不断练习的时候 木头城子镇的寸锹设火队也在遵循着 他们最古老的传练 他们最古老的传统 在后面跟着看热闹 走 他们又要进一户了 我们去看个热闹去 走 大姐啊 你家今天太热闹了 是热闹 跟那个办事情一样 每年都这样吗 都这样 你每年都请啊 每年都请啊 每年我还扭呢 不是还请我还跟着扭腰跟娘 你还跟着扭啊 你也会啊 我也会啊 就爱这个 对 对 爱这个 我想问一下 你请他们到家里来 这个寓意是什么呀 恭喜这一年 发达和亲爱 祝福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这社伙传承着老百姓们 对生活的美好祈愿 美好的祝愿 特色精彩的表演 木头橙子的寸锹 可也是朝阳社伙中 亮丽的一笔 首先就是这乐队 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我们过去 我们这个文物厂 不用喇叭 就用百合笛字 在过去说文物厂 声管笛销 这是文厂 武厂是云螺烫子 螺谷船 对呀 我看到的都是锁碗螺谷船 你这 现在 这是民乐团呢 现在呢 这个云螺烫子没有了 除了乐队的独特组合 村桥最精彩的地方 就在于 在锹上有着门道 瞧瞧 这还带着小脚呢 村桥就带 这外带小鞋 是不是好看啊 几寸呢 这八十六寸 六寸 这从我们满楼里算下来的 我们吸引的村桥 是祖坛 已经二百多年了 二百多年了 我们这个桥 带小脚 小鞋花鞋 很漂亮 这代表是过去父女不都是小脚吗 是吧 就是那种长小脚嘛 然后穿那个长布盖上 就露这么个小脚 就是盖上 看这小脚鞋多好看 你看 那这些演员这一天就绑着这个腿 走一天呢 真是辛苦活啊 这个现在绑着我这个腿呀 感觉都不过雪了 这要是踩着这个吞着一天 我觉得真是挺难受的 就好了 还行吧 跳了 不管是黄河镇 霸王鞭 还是寸销 都展现着朝阳涉火丰富的艺术形势 朝阳涉火 更被省民间舞蹈家协会专家 暂为活的民间舞蹈室 每逢正月十二 在朝阳县北四家子乡 都会有央歌会演 大有不伴涉火 不过年之事 展现着民族民间舞蹈基地的风采 各个村屯都派出自家拿手技艺来个大笔踢 这是一场民间盛宴 也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在我们一路走来的路上 表演广场街道上 小车都排成了长龙 也吸引了不少的生意人 看这个卖糖葫芦的大哥乐呵呵的 一看就是多赚了不少 对 还行吧 还行吧 怎么挑这个地儿来了 平时在这儿吗 平时也从这儿 这是一个学校 来回过道的人也挺多的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背了多少糖葫芦 八百串 八百串 对 平时有背这么多吗 平时不背 平时背多少 也就是三百左右串 今天翻了好几倍呢 对啊 今天这央歌人又多 人又多嘛 都能卖出去吗 还应该差不多 我觉得 什么时候过来的 八点多钟就来了 八点多钟就来了 就瞅着这个第一排是不 嗯 抢着这个第一排 好不好看 好看 喜欢看吗 喜欢 你喜欢吗 喜欢 大姨你想看哪的呀 我啊 我想看唐上村的 唐上村演啥呀 演霸王边 霸王边喜欢看那个呀 为啥喜欢看霸王边呢 好啊 怎么好啊 演你好 三十多个社会队轮番上阵 这是老百姓们期待了一年的盛会 各队的伞头领着队伍 伴着对头锣鼓的热情与激扬 不管男女老少 队员们都是各个精神抖走 势必要把各村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亮亮 今年会演的压轮大戏 莫过于四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队伍 北四家子乡的霸王边 黄河镇 还有省文化局选调的海城高桥和 卡佐贝哥 这几个节目一出场 就引起了场外观众的沸腾 与欢呼鼓掌 霸王边的孩子们 穿上了新的演出服 画上了脸谱 我们差点没有认出来 但是他们精彩的跟头 打鞭 依然永远吸引着人群的目光 第一次见面的卡佐贝哥的小不点们 也在两米多高的空中 演绎着他们的三打百股精 来看看啊 这个就是咱们啊 这个卡佐贝哥的所有的小演员们 刚才啊 被大人背着的时候 您看是不是挺高的 两米多高呢 你看看一个个站到陆地上的时候 也就一米多 就我身旁这个小猴子啊 是最好玩的 孩子们你们刚才演得特别的棒 阿姨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 那我身边这个小猴呢 但是大家非常欢迎的 来你再给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啊 表演一下你刚才最经典的 那个小动作 来再看看 可不可爱 刚才被大人那样背着高高 在顶上害不害怕 不害怕 不害怕呀 我看你还表演得可好了 你演的这个小孙悟空 在这个顶上打谁呀 白骨精 谁是白骨精啊 我 你是白骨精啊 我看你拿着 我拿着剑跟他俩老是对的 是吧 嗯 你紧不紧张啊 不紧张 不紧张 你俩第几次演了 第一次把演教 第一次啊 第一次演这么好啊 嗯 就你那个经典的那小动作 谁教的呀 都是我演我奶教的 哈哈哈哈 这真是老辈传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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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老人了 在咱们东北呀 有一句老话叫 耍正月闹二月 里里拉拉到三夜 也就是说咱们东北人呢 喜欢接触年的文化的 这个火热气氛啊 把这个民俗文化 一直延续着 但是像在咱们朝阳市这样啊 村村都有压个队 而且呢 生活种类非常繁多 而且每年都在翻新 成为咱们当地的 一个靓丽的归宝了 那在咱们辽宁省啊 也是首屈一指的 多亏了 而且在咱们这个 央哥队当中 我发现啊 年轻人和小孩 是越来越多了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古老的民族文化 在不断地延习和传承着 他们呢 已经成为了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 一个强大的精神纽带 我们祝愿这里的人们 把我们古老的社会文化 远远流长 我们吸引的村庄是 也感觉这东西要溜下 要失传了 也挺可惜的 让孩子们 就是知道 过去的文化 把这个咱们这个 那个非不准化 一场 不管是传习中 一起成长 还是祖孙的 口传新寿 在慧眼中 我们看到的 不仅是朝阳社会的繁荣 而是祖祖辈辈 都在期盼的 一种魂 文化 就在一代代 辽宁人手中 不断传承着 发展着 他们在新火相传中 传递着辽宁人 最为原始的快乐 涉活的繁荣 正是辽宁人火热生活 最为质朴的外化 春天来了 辽宁人火热的日子 还在延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